第二局游戏即将开始 请各位嘉宾看牌 游戏开始 天黑请闭眼 天亮了 现在请警长竞选 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 请举手 四号 五号 八号 九号 十一号 共六名玩家参与竞选 从四号玩家开始发言 四号发言 四号在拿到这张牌的时候 或者感觉自己要为好人做事情了 所以演了一下 我不知道我昨天是否被守刀了 但是我是让村民拍 就如果骗到刀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不亏啊 然后 我怕我被守刀了 我感觉很多人想刀我 我怕我被守刀了 等一下说不了话 赶紧上个井 我会退水的 过 好 预言家 昨晚有惊喜 先宴十二号 再宴三号 昨晚茶茶十一号 这轮警惠给我全票出 过了 嗨 八号 高级生命 看一看八号 其实那个妈的已经知道自己死了 哇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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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哈哈 八号子女巫 哈哈哈哈 晚上已经开图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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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毕竟是一起睡过的人嘛 也说的过去啊 哎我的天 做活了我了吧 我110吗 我 还一球图这个笑的最厉害的 你自己笑的最厉害 你笑的最厉害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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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这是最厉害的 别的信息我都没有 谁他妈手的 倒我我操我 拿名的时候你们又不倒我又不厌我 经验张老还不经验我 拿狼的时候也不理我 他妈的好不容易拿了个礼物就被手倒了我操 我不要你们倒我的都给我陪上 哈哈哈 你哥哥 景徽刘先二后三吧 茶沙12号 5号你 你不退水你就是狼啊 我还真希望你就跟我刚着了 对吧 这样又能多知道一个身份 9号针对原家昨晚茶沙的12号 你12号是景夏 我也不诈你身份啊 就真的是茶沙 2号3号我刚才看点表情啊 我觉得帮主被盲督之后 自己还挺高兴的 不好说 那这个应该就是女巫 在我现在是事业里面 23 顺艳 先二后三 不是挺高兴吗 反正我是挺郁闷的 抱 你是人吗 我依然都没有了 哈哈哈哈 老好玩家你还是人吗 哈哈哈哈 我的天 呃 我这一轮要抱 因为这一轮其实对我们来说 有事很大 因为我们刀比较准 我们上来把一个女巫倒掉了 这样的话 等于说我一个狼 直接能够换掉警长的警徽流 直接进黑夜的话 我觉得是 呃 蛮合算的 十二号玩家自爆 游戏继续 天黑请闭眼 天亮了 现在进行警长竞选 哇 二号玩家自爆 本居游戏没有警长 你得爆 因为我不能让他拿到警徽 拿到警徽的话 他们好人又会多0.5票 这样的话对我们狼人是没有优势的 所以我就直接爆了 把JY带走 跟JY来个一换一 昨天晚上 死亡的是九号玩家 被禁言的是十号玩家 九号玩家请离场 游戏继续 天黑请闭眼 天亮了 昨天晚上 死亡的是十号玩家 被禁言的是三号玩家 十号玩家请离场 从一号玩家开始发言 一号玩家发言 这个爆爆爆 连续爆爆爆 这个有点厉害了 呃 九号玩家 应该是 全家 呃 有警徽榴弹 警徽榴被爆掉了 说的是咽二三 二号也爆了 分析一下警上吧 其实后面也没有什么发言 呃 五号跳渊家 先咽十二 后咽三 查杀十一号 然后九号是 查杀十二 先咽二三 我认为九号 这玩意应该已经是真渊家 那只有两个人跳的情况下 被爆了 后面的人没说嘛 我觉得五号身份可能不是特别好 因为他是一个汗跳的 在我眼里 十号上一轮被禁言 爆掉了夜里带走了 那狼的话应该是在早晨 八号女巫走的 带走了六号烧帮主 因为他的发言跟他的 孝顺了已经赶展了我们 我觉得应该已经是真的了 那现在还有禁言长老跟这个潜行者 强名 强名 过 我来解释一下三号的意思 大概是说五号大九神是狼人 然后一号是好人 那我不这样觉得 他自己认一个潜行者 这种情况下认潜行者 我觉得挺危险的 那我也穿一下潜行者的衣服 好不好 我也觉得我是潜行者 怎么办 这轮的话 我想听一下九神的发言 因为这两匹狼抱的时间 直接把锦绘刘爆掉 而且成功地当了九神一手 我觉得九神如果 他是一个好人的话 我们不能再推错人了 所以这轮的话我觉得 之前JY有说 他觉得二三是狼 我觉得三号也可以做一个抗推位 因为禁言长老禁掉三号 是不是也代表禁言长老也站我们这边 但是我不是要找神的意思 我觉得禁言长老和潜行者都藏藏好 说不定我就是呢对吧 然后五号的话 我想听你发言 如果五号发言不好的话 我觉得五号也可以出 然后一号 我觉得他是个好人身份吧 一号的发言还不错 别对我发冲击波 好吗不接 然后十一号的话 我觉得云哥一直眼神很凝重啊 他要么就是个对吧 不好的身份 要么就是一个民进民以下 所以听听发言吧 这轮发言太少了 还好我锦商竞选了 不然发言的机会都没有 够够够 我现在知道的信息是比你们多的 因为我知道我的底盘 你们不知道我的底盘对吧 我告诉你们一下 狼人为什么会选择在 我查杀十一号 九号查杀十二号的时候 十二号的狼人起来自爆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知道九号和我 谁才是真的预言家 他有把握能够带走真的预言家 而且他们从之前八号警商的发言 已经判断出来 八号一定是真的女巫 而且读了编上的少帮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认为一个女巫已经被守刀了 预言家在女巫没有 不存在的情况下 可以直接带走预言家 这个时候 他十二号狼人才选择自爆的 这是狼为什么自爆的原因 那么这个逻辑能分析出来什么 什么结论呢 结论就是十一号一定不是狼 我是好人 我知道我的牌 所以他知道 我这个肯定是假的预言家 而且他警商没有其他的竞选的预言家了 所以他直接选择了爆 所以这一轮的话呢 十一号一定是好人 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一号的发言 一号的发言是 发言是比较差的 一号的发言中提到了八号 这个表情一定是女巫吧 但是你们不要听他说什么 你要听到他在笑 就是说好人在这个时候是笑不出来的 为什么笑不出来 因为我们已经巨大烈射了 开局被盗一女巫 预言家被直接带走 然后两神两狼之后 狼人还盗了一个桃子 我不知道狼人为什么会召桃子啊 他可能觉得桃子有神的面吧 但是这个时候你站起来归我 五号 你的发言 整个过程很愉快 而且 你在归五号的时候 简简单单是用一个这么不成立的逻辑 就是说 狼人是想什么 赃我身份 我觉得你的这个身份是比较低的 再说一下 退回来说 就算我是狼人 要抱也轮不到老鼠去抱 也是我来抱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场面上 小楼 根据我对他的了解 我觉得是一张好人牌 云哥在我知道自己是好人 穿个预言家的衣服 查杀你 狼人辨别出来 JY是真的预言家 所以十一号 云哥是好人 一号这里狼面比较大 你这里囚徒 你穿全衣着衣服我不管 能看出来 金言长老是 是觉得你有狼面的 虽然你的发言很少 但是我认为这一轮 是没有警长归票的 我这里身份应该是比较高的 相信大家也能听得出来 我在这里勇于接锅 我帮好人归个票 就我现在只能给场上 我听到小楼 小楼发言片好 云哥是我知道的 所以云哥是好人 这种情况下呢 我的票应该是挂在一号的 但是我希望潜移者 去把这个囚徒给干了 因为他在这里 他跳一个潜移者 他说单票飞我 要把我给带走 这件事情第一 他如果是潜移者 他看不出来说我是好人 我不认 就我认为囚徒的逻辑 应该能盘到这里 所以我不认他是一个潜移者 而他如果是好人 他这个时候穿潜移者衣服 又没有给出什么逻辑分析 说要票我 我也不认他 我也不认他好人身份 所以我觉得他的身份 也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认为一号和三号 是这一轮我们要投的对象 我在这里给大家表个态 我是投一号好吧 你们两位你们看看自己 当然还要努力听一下二科发言 这里这两位身份我保了 过了 七号发言啊 这轮真的是连环抱 然后什么信息都没有 七号是一张碧演玩家牌 就是一张名牌 我觉得 九神 他第一轮景上的行为 我觉得不能作为一号出他的理由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前置为炸身份的一个情况吧 但是我觉得一号发言挺好的 实际上我觉得一号发言挺好的 其实我觉得场上应该是两郎 两神两名 咱们是六个人吧 抱了两个郎 我觉得桃子 我觉得上方主是明走的 好人身份走的 然后我觉得 神可以出来 带一下队吧 我是一张荡牌 我不是说找神啊 我是说就是偏要把身份认清的话 我觉得可以直接排人啊 你三号认一个潜行者 标五号 我觉得你三号是在九号 我认的预言家的一张警惠流里的 但是我觉得 因为他说的警惠流是二号三号 他说的查杀是十二号 我觉得有一定的可能 三号也是一屁狼 但三号现在认神 我觉得暂时我不敢聊你 然后我觉得如果你认潜行者嘛 潜行者自己尽管解决他 我没听云哥发言之前 我可能会在 一号五号之中出一个吧 我是一个半针眼玩家 那么我这一轮能为好人做的唯一贡献呢 就是把五号带走 五号什么预言家呢 连到底验的是谁都不报的 对不对 他验的全是好人 没有一个坏人 我这里是接你的精水 反杀你 我建议五号你报了 我送你一分 我是金言长老 你可以把我带走 那么潜行者是谁 你们自己最后再盘 真的 我不知道潜行者是谁啊 我也不知道名是谁 现在场面上的板子呢 我说一下 我因为上一轮 蜀大王说的他报了 我随便 我随便进了一下 我就进了一下桃子 如果桃子死了 那桃子我认识好人走的 这一轮是我进的囚徒 因为 那个叫什么 JY 说这个 二号和三号 狼面很大 二号直接报了 先说一下 你不可能作为预言家的最基本的一个点 我是不准备跳预言家的 我告诉你 我不会去跳预言家 我站在这个位置 只是举个手 你查杀我 那么场面上一个真的预言家 你就是狼 你没有其他的坑了 知道吗 你没有其他的坑了 这一轮 如果你不报 全部出你 是不会出问题的 我建议你报了 带走我 真的 作为狼的话 我建议你报了 不然你输了 没什么意思 对吧 这两个狼报了 他们收益在什么地方呢 你说二九 二九报了收益在什么地方 蜀大王报了收益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因为明知道女巫走了 也知道明的预言家在哪了 那你作为什么身份 兄弟 我就这么说了 我觉得这轮只能归五号啊 真的 其他人的身份 没办法量名打的 发言完毕 所有玩家请投票 三 二 一 四号玩家 投给七号 五号玩家 投给一号 其余所有玩家 投给五号 五号玩家 出局 五号玩家 请留一言 基本上输了 我是好人 我这跳出来查查你 很正常 因为我要炸后追的身份嘛 不过你 你跳出来归我 我觉得你应该没听我说吧 只是狼 狼人能辨别出来 九号针的预言家 这个没投五号的 投了七号 其实我跟你想法一样 这集的话 其实云哥 你应该是个好人 但是你这个归票归错了 我以为你会信我的 我为什么一定不是一张狼呢 因为我在准备退水的时候 因为我要看你是什么身份 你知道吧 我查查你之后 JY跳了 然后我要看你是什么身份 再确定我是不是退水 这是我为什么要跳预言家 你不能因为我前面跳预言家 这一轮就要归我 很简单一个道理 如果说 我是汉跳狼 那是不是应该我报 来把景辉撕掉 因为我的身份是最可疑的 应该我报把景辉撕掉 这是第一个逻辑 第二个逻辑 我如果是狼人的话 我会跟你分得这么清楚 我说我能看清楚我底牌 我知道你11号是好人 所以狼选择带走9号 为什么你们都听不到这句话呢 场上的话 少帮主如果是潜行者的话 其实在一开始就没法玩了 就一开始我们好人 就损失一个女巫 加一个潜行者 少帮主如果是好人的话 也比较劣势 现在我们好人想赢 只能寄希望于场上 只有一名狼人 你们都不相信我 我觉得说了也没什么用 而且 我觉得我也不一定能找到 这7号是 确实发言比较差 1号呢 也发言比较差 下一轮 剩下你们 应该是4个人 4个人 你们投票 1号和7号 冲死一个 然后暗杀一个 能做到吧 应该能做到的 比较难 比较难 这个操作 我觉得应该是剩两狼的 我觉得少帮主应该是好人走的 好吧 过了 5号玩家 请离场 游戏继续 天黑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杀人 确定要杀他吗 狼人请闭眼 天亮了 昨天晚上 死亡的是 4号玩家 没有玩家 被禁言 游戏结束 狼人阵营 胜利 本剧游戏中 2号数大王 3号囚徒 7号二科 12号老头二球 14张狼人牌 9号JY是预言家 8号扫军 是女巫 1号风小狗 是前行者 10号桃子 是禁言长老 其余四名玩家 则是村民牌 第一晚 女巫 扫军 惨遭狼人手刀 在不能辞救的情况下 扫军 选择盲独 少帮主 可惜 少帮主的身份 是村民 不是狼人 JY 作为预言家 首宴 唠唠二九 知晓了其狼人身份 井上竞选环节 狼队 没有人上井 或是女巫 以此 没有盲独狼人 且预言家 JY 爆出老唐二九 查杀 警惠流中的 鼠大王 囚徒 都是狼人的情况下 老唐二九 选择自爆 直接进入第二晚 虽然 狼队顺利刀死了JY 但JY 验出了鼠大王 是狼人 鼠大王知道自己 没有辩驳之力 干脆在第二天的 警长竞选前 选择自爆 另一本局游戏 没有警长 第三晚 狼人刀死了 敬言长老 陶子 此时 场上还剩两狼 一神 三名 第三天白天 狼人囚徒和二科 成功扛推村民零九 且在第四晚 刀死了村民小楼 由于场上 只剩一神一鸣 且没有警长 囚徒和二科 只需绑票 就能让好人阵营 失去出人的能力 狼人阵营获胜 我跟你说 你们玩不了 我俩起来 你投三对吧 他死就刀底 我死就刀底 这句狼人 没上底的策略就是 刀中你又有身份了 然后就开始 直接杀预言家 他太危险了好吧 你们就看谁是预言家 就直接杀 牛属大王 这是狼人的策略 我当时指望的是 把一出去也行 我也能接受 一出去挺好的 我觉得他还可以